今天是12月21日臨近聖誕, 我和老爺走到九龍香格里拉酒店, 做個staycation先。 這裏是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 這裏是charting counter 一進到酒店大堂, 被一些濃濃的聖誕氣氛圍繞著我。 很開心 有火爐 這裏是地上的餅舖, 老爺知道是什麽。 這裏是在酒店的M層, 咖啡庫那裏吃的。 時間是由6點到9點半, 三個半小時。 我們安排了窗邊位。 這裏大堆頭, 龍蝦。 這裏大堆頭, 龍蝦是限量版, 要拿個硬幣去換的。 一人一份, 不過一份也很夠吃。 還有長腳蟹。 小龍蝦。 海鮮也不少。 青藕。 還有熟蝦。 生蠔每次拿2隻, 生蠔。 師傅即洗即開。 小龍蝦。 烈人腸。 意大利肉腸。 沙洛尾腸。 高柏火腿。 奧巴香。 這些是沙綠菜。 這些是沙綠菜。 杯杯這麽有趣。 沙綠菜。 這邊還有很多沙綠菜。 這邊是麵包。 這個是丹麥蘭芝士。 有些是法國軟芝士。 瑞士大孔芝士。 各款的芝士。 這個是燒鵝還是燒鴨? 燒鴨。 燒鴨。 廚師在做片皮鴨。 燒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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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汁芥蘭。 燒鴨。 蒸魚。 海盧魚。 炒海鮮。 豆腐。 柚子青瓜 涼拌蓮藕 涼瓜木耳 叉燒炒飯 這些是麵當 有三款湯底 各款天婦羅 有南瓜天婦羅 秋葵天婦羅 蝦天婦羅 茄子天婦羅 韻式沙律 泰式海鮮沙律 青瓜沙律 烤焗椰魚 鮮蝦金邊粉 咖喱炒菜 印度式 韻式烤雞 薄餅 韻式羊肉咖喱 韻式羊肉咖喱 有各種不同的汁醬 炸龍蝦炸魚 這是蝦子嗎? 是蝦子 這是炸龍蝦 這有韻式小圓飯 韻式雜菜咖喱 這是韻式的鹽菜咖喱 韻式的豆咖喱 老爺你拿什麼? 龍蝦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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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蝦魚扁配水瓜柳 龍蝦湯 龍蝦湯 燒牛肉 龍蝦湯 這隻是豬肉 鹽焗三文魚 鹽焗三文魚 多大條 鹽焗三文魚 鹽焗三文魚 原來今晚的主題就是海鮮之夜 很多食物 壽司 全部都是壽司 這些 羊扒比較生 可不可以叫我師傅燒一下 這些是日式冷麵和湯 今晚入座陸 六冊有八至九成滿 都挺熱鬧的 老爺幫我拿羊扒 將它燒熟了一點 沒有那麼生 生蠔我兩隻 老爺兩隻 明天凍我不吃生蠔 給老爺吃 羊架聞到有點焦香味 很香 我就切開一塊塊 老爺剛才拿龍蝦湯給我 還出煙的 麻煩老爺 當然應該的 龍蝦湯很濃郁 很香 值得encore 反而那些 cold cut 沙羅味腸 正好 這些應該是 火腿 至於是否是 泰瑪羊 我不知道 什麼產地 我不知道 cold what ham 總之我看到這些cold cut 我高興 羊扒很新鮮 它又燒到剛剛好 夠嫩滑 這個好吃 龍蝦湯很夠熱 很夠濃郁 其實老爺 大讚不絕 讚口不絕 四隻 生蠔 有爛 爛出來 爛出來之後 你見到它 吞跳鬼命 發入不全 真的很可憐 不吃人好像失落的生命 甜品時間 這是 Tiramisu 杏仁蛋糕 巧克力 複盆子 巧克力蛋糕 Crambole 焦糖燉蛋 蛋 這是曲奇 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芝士蛋糕 黑巧克力蛋糕 白色的 有些曲奇 香橙巧克力蛋糕 這些是啫喱 哇 一條鯉魚 這是蛋糕 鯉魚蛋糕 這是鯉魚蛋糕 這是義式奶凍 這是古早味的蛋糕 棉花布甸 雪耳糖水 好重 這些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鯉魚蛋糕 這是鯉魚蛋糕 整個甜品櫃 整個甜品櫃 吃不吃得下 吃不吃得下 幾多食物 還有Hagandise的雪糕 有芒果雪糕 夏威夷果仁 紅桑紫 等等 還有一些生果 還有一些生果 這個是雞蟲蓉湯 這個湯 雞蟲蓉味 很濃郁 很好喝 這個雞蟲蓉湯 這個雞蟲蓉味 很香 很粗 這個芝士焗龍蝦鉗 不用用籌碼 籌碼 籌碼是來拿籌碼 籌碼是來拿籌碼 應該已經敲碎了 不過要鉗一下 又很入味 夠滑嗎 夠滑 我拿了一個牛肉 山竹牛肉 山竹牛肉 這個好像豬肉餃 有一個綠色的素餃 綠碎 我不敢拿 這個就是 片皮鴨 我現在預備包這個 片皮鴨 很自拍 片皮鴨 片皮鴨 有些醬 也很好吃 醬也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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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上青瓜 配上青瓜 配上九黃 白色的 好吃 燒牛肉 過熟 少少粗口 和冷 烤牛肉不太出色 我走出去時,經過食客坐在這裏 有一個上了年紀的美女 就這樣說,她說香格莉拉 她一向出名是海鮮的 我只管聽聽聽聽 她上了年紀的美女,經驗豐富 信不信 那些牛肉和餃子,質素非常普通 吃到差不多,老爺說想喝啤酒 員工介紹他買一個套餐 145元任喝罐裝啤酒 老爺說,罐裝啤酒不太喜歡 員工介紹他,不如省叫一瓶青島 所以這瓶就是青島 嘩,大堆頭 一個籌碼一隻龍蝦 就是用我的籌碼換回來的 這碟龍蝦是一個人的份量 老爺分了半隻龍蝦給我吃 至於我的籌碼,一直都沒有換到 這些龍蝦都是冬冰冰的 我只是一般的 這碟龍蝦很清新鮮 很容易餃子 一餃子就很清新鮮 雖然冬冰冰冰,但很鮮 鮮味 糯米雞 瑤柱豬肉餃 澳菜餃 三文魚 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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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即煮意粉 即煮意粉 很多材料 好像很豐富 見到阿瑞絲已經煮了一條 人家的,不是我的 鹽焗三文魚比較淡 但它也不柴 肉質也不錯 它很淡 醬汁也不太鹹 變成了 常份的都是淡淡 這個是龍蝦丸 龍蝦丸 龍蝦丸 挺好吃的 拿了個雪耳糖水 有些雪耳 有些好像圓肉 即龍眼肉 這個糖水不錯 都挺夠味 它有些紅棗味 有些圓肉很香的味 挺好吃 這些翡翠螺 挺好吃的 所以拿出竹籤 這樣叫 就出來了 這是翡翠螺 這是青口 青口也算是蠻大隻 很飽味 拿兩隻看看 另外 貪心點 拿些魚生 大家看看 這個 是薑 這些 就是八爪魚 梵臘杯 三文魚 都爽口 冷得來都爽口 翡翠螺 這麼大隻翡翠螺 其實不是太多 通常都是這個尺寸 特意給大家比較一下 它都是爽脆的 還有大隻 嚥硬咬口 好些 帶子這些 這麼私人的食物 可以拿多一隻 可以拿多一隻 即是不多 甜 甜 甜 哦 好脆 生零魚 點少許豉油 正常水準 帶子 要多一隻 拿了咖啡雪糕 哈根泰斯 哈根泰斯 很好吃 好香濃的咖啡味 龍蝦湯沒有了 只剩下海鮮湯 試試吧 老爺很喜歡龍蝦湯 誰知沒有了 我先試一口 這個叫豆腐海鮮湯 一般其他那些 故作神秘的叫做海龍黃湯 都蠻好喝 都是普通 即是豆腐海鮮羹 古早蛋糕是一般的 古早味 都蠻好吃的 但是並不達出 這是意大利的意式奶凍 這是意大利的意式奶凍 有兩顆球 有什麼球 這些豬豬是爆豬 甜甜的 蠻好吃的 甜的 吃這個自助餐之前 阿肥就降低我的期望跡 就告訴我 有些人說它不太好 於是我進來 每樣東西我都預料它不太好吃 誰知 又出奇地覺得不錯 剛才說過龍蝦 冬 但是爽脆 龍蝦湯有 唯一覺得 不是太理想的燒牛肉 你過熟 但是也不難吃 整體來說不錯 整體來說不錯 我覺得不錯 講漏了個帆立貝 我們一向叫帶子 日式叫帆立貝 想不到是這麼甜的 以前吃過都是很普通的 沒什麼味道 今天吃的這個是甜的 八爪魚就正常一般 三文魚都是一般的 反而飯立貝 就值得 吃兩粒 現在是三粒 OK 講回這個套票 我是在KK Day那裏訂的 價錢是2640 包一間豪華客房 不是海景房 不是海景房 來的 包一個自助早餐和自助晚餐 如果你想買這個套票 玩一下 還有得賣的 2023年的1月 還有得玩的 2月就好像沒有了 詳情可以上去KK Day的網站看看 不要走 大家有沒有follow我Instagram 有空進來看看 我有很多生活的點滴分享 ID是 Rat OK 118 多謝 支持 支持誰 支持阿肥 訂閱 讚好留言 留言又不知道 說什麼好 就給個心就行 多謝 拜拜 下次見 告茜 下次見